世界上最早的地铁 伦敦大都会铁路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铁,于1863年建成。 1843年,英国人皮尔逊为伦敦市设计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地铁系统。 十年后,英国议会才批准在法林顿和主交路之间修一条长不足六公里的地铁。 又经过了近十年的建设,地铁出具规模。 1863年1月10日,大都会地区铁路正式开始营业。 伦敦大都会铁路开通。 第一年这条铁路运送了950万人次的旅客。 由于当时电力尚未普及,使用的是蒸汽机车作为牵引。 再加上排风不畅,乘客常常感到烟熏气闷,有的人甚至昏倒在地铁里。 尽管如此,伦敦市民甚至黄金显贵们都争相乘坐这种地下列车。 因为在拥挤不堪的伦敦地面街道上乘坐公共马车,其条件和速度还不如地铁。 就像公共马车,其条件和速度还不明。